烏俄戰爭有關了 烏俄戰爭開戰以後 其實美國是一再的警告 中國不可以援助俄羅斯 否則就要承擔後果 而如今美國似乎是掌握到了 中國援俄的證據 為了要避免中國援助俄羅斯 導致戰爭拖延 因此美國是緊盯中國的動作 如今美國的情報單位似乎是掌握到了 中國國營企業 提供非致命性的物資 來援助給俄羅斯 美方正與中國交涉當中 要釐清北京政府是否知情 如果是知情的話 美國跟西方國家勢必會聯手來制裁中國 為美中的戰爭開闢新戰場